好了,我們現在已經燉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其實因為我們具運的那個瓦斯的那個乳本來挺比較強 如果在家裡面的話,我大概預計兩個到兩個半小時是跑不掉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,我有再加了那個紅蘿蔔,然後以及香草樹 那香草樹加了之後,我大概放個15分鐘左右,我就把香草樹拿起來 因為香草樹放太久的話,它會爛爛,會爛爛的會在這個鍋子裡面 那所以會導致到一些殘渣在那邊,感覺會吃起來渣渣的不好看 那其實香草樹那個是一個香氣,所以大概15分鐘左右,它的味道就已經差不多了 那另外,把剛剛我們跟大家講說,切紅蘿蔔的這種,菱形的這種紅蘿蔔 我們也把它放到鍋子裡面燉煮 所以當你在兩個小時,如果在家裡面大概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候 然後撕那個味道的時候就會,肉已經有軟了,有味道進去的話 就可以丟紅蘿蔔跟香草樹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可以把這個,陸筆羊肉起鍋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陸筆室,陸筆羊肉 過程當中不需要加任何的水 所以我們就是全部都是用紅酒,用小火下去慢燉 那這個菜的話可以搭配上馬鈴薯泥啊 然後或者是搭配麵包,就是燉飯都還不錯 那燉飯的話,因為這道菜本身它的比較有醬汁 就是搭配燉飯的話,比較建議是用,不要太濕的狀況之下 就是有點比較乾的燉飯 那那個Mashed Potato其實搭配這道菜是最佳答答 謝謝 謝謝